推土机伤架大炮 拖拉机后拉扇炮 丰田皮卡摇身一变 成了移动防空高射枪 不是高端武器买不起 而中东老哥们手挫的武器更有性价比 因为这位老哥正在做饭 其实他在炒制火箭弹 把白糖炒制枣红色搓成长条状 塞入自制的铁管中 最前端放入一枚手榴弹 这是大号的窜天猴便做好了 拿到铁架子里点火发射后 导弹直冲云霄 究竟会落到哪儿就要看运气了 如果战场上没有铁架 老哥会因地质疑 直接把窜天猴放在屎堆上 用火机点火 这画面你过年的时候是不是很熟悉 这位老哥从包里掏出来的是自制手雷 也是用打火机点火 通过甩动绳子让手雷抛得更远 一言喝剩的饮料瓶也不能浪费 全为老哥们加上钢珠和引信 做成了一个个简易手榴弹 如果想让手榴弹扔得更远 老哥们还找来了古代的工程力气 投石机 这种机械采用杠杆原理 长臂端有一个用于放置抛射物的神鞍 短臂放的是配重物 老哥们把手雷放在神鞍 点火后迅速跑开 利用这套装置 手雷能够被抛至500米外 而简单一直做的弹弓也被应用到了战场上 只见老哥双手拉动皮筋 旁边的人负责点火 这种奇葩的发射方法真是开眼了 为了能物尽其用 就连20世纪的古董大炮也被老哥们盯上了 与皮卡车结合后 不仅移动方便 就连威力也提升了一大截 一炮下去 一栋大楼被炸得洗碎 除了以上这些小武器 中东老哥们还手挫出不少现代化十足的大家伙 自卸卡车 魔改成 火箭炮车 各种造型怪异的自制坦克 中东武器大师们自制的装备 主打的就是一个朴实乌华 我们国内常见的这种自卸小卡车 在中东老哥眼里是个宝 白天可以用作生产 到了晚上 安上火箭弹 秒变导弹车 导弹藏在车斗里 从外部很难发现 所以隐蔽性极佳 当车枪抬起进行瞄准时 敌人会认为他在倒垃圾 殊不知 下一秒 导弹就降临到了他们头上 为了增强威力 老哥们还对导弹进行了升级 这一炮下去 估计整栋楼都会垮掉 而你挠过脑袋也想不到 眼前的自行车也能做成武器 老哥们嫌弃 高射炮的发射程序复杂 于是灵光一闪 将自行车的刹车系统搞了上去 这样一来 即使是没有发射经验的人 也能按照骑自行车的感觉 操作发射炮 这辆装甲车算得上是老哥们的顶级发明 车身整体被钢板包裹 顶部搭配着一顶重机枪 车内还有独立的射击孔 武器系统通过游戏手柄控制 方向盘前的四块屏幕显示外界环境 配合不亚于三崩子的输出功率 这辆车能轻松穿越战场救助伤员 这是老哥自言的可移动防空高射车 但效果却不怎么样 每次发射时车人摇晃严重 长时间开枪很容易翻车 而为啥老哥没有研制出坦克呢 2016年巴勒斯坦民兵组织声称 自己造出了第一辆坦克 这辆坦克在当地引发轰动 引起了不少群众围观 因细心的网友发现 照片放大后坦克的轮胎有点不对 这感觉居然是汽车穿上了坦克的马甲 再仔细一看 网友们发现 就连坦克马甲都是用木板呼称的 下面这款武器被称为中东土武器之王 重型排击炮是面子 煤气罐大炮是生活 不是高端武器买不起 而是煤气罐做大炮更有性价比 平时用来烧水做饭 战争期间加重平衡尾翼 只需三炮就能轻松摧毁一栋楼 人送外号地狱大炮 李云龙当年要有了他 估计敢打太原 存在一场战役中 老哥们连续抛投了80枚地狱大炮 敌方阵地被炸得稀碎 参战了200名士兵无一幸免 地狱大炮的制作也很简单 只需在煤气罐中加入炸药引信就完成了 把它塞到中国制造的钢管中 能轻松击碎150米外的目标 虽然一次只能发射一枚 需要至少两个人才能完成装填 但剩下便宜可以大量生产 每枚成本仅为70美元 和地狱大炮为例相同的榴弹炮 单枚售价高达70万美元 所以只要发射绝对不亏 而地狱大炮也有一个致命缺点 那就是射程太短 耐机杀远程目标 并且它缺乏瞄准系统 射击进度很差 落到哪儿完全靠操作手的直觉和运气 这种环境下推土机炮架 被中东老哥们发明了出来 它的出现使地狱大炮更加完美 可以无拘地形 只哪到哪 还能多管其事 不当炮架的推土机 还能改装成装甲推土机 直接冲入几军大本营 将一切建筑都推成渣渣 你还见过哪些中东老哥的自制武器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是老树 我们下期见